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贵英红 刘涛 欢迎邀小斐和宋小宝 浪浪很大 来 请来到我们身边 小斐自从那个《你好 李欢迎》上映之后 那可是头一回上综艺节目 来吧 看看 这个真厉害了 厉害了 厉害要跟所有观众朋友通报一个好消息 有小斐和英红姐主演的电影《拯救嫌疑人》正在热映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是一个犯罪悬疑类的戏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演这样一个类型片 大麦 大麦 今天这样子大家人已经聚齐了 然后呢 马上正式进入今天的航海旅程了 出海 来 全倒了 这是 全倒了 他吓死我了 这不是宝贝 他没有宝贝 怎么是博物馆呢 各位很遗憾 我们的航海之旅还没能真正开启 此刻 你们只是置身于一个航海主题的海外博物馆中 其实你们的真正身份 都是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因为近百年来流落海外 你们已经遗失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找到回家的路 就能找回自己的名字 所以为了带你们回家 我们特意派了最近 刚从瑞士回到家乡的明代 在磁州摇酒器沈涛 带领思佳号船队前来迎接 你们要通过几轮考验 让船得以顺利起航 加油 我们是文物 乐乐曼天我们是个文物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让文物回家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和任务 就是要把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带回家 我们现在都已经化身为文物 能不能猜猜你们自己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文物 我拿着这个跟我 跟我有关系吗 是一个玉器之类的 玉器我确实 要是你是什么胡之类的 胡 咱们不说破都知道 花花呢 花花呢 这宝材 我感觉 我看这个很像是一个壁画之类的 哇 这么厉害 壁画 它是什么玉 是不是 他就是玉 那你是 老玉 千年老玉 也有小玉 也有小玉 小童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文物 你觉得 我这个 她这个抑郁风景 西玉那边 对 是不是个叶明珠的感觉呢 叶明珠 不是 可能是一张囊 第一张囊 囊啊 全世界第一张囊 老囊 现在这囊已经石化了 已经石化了 小孙也有点抑郁风景 烤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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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一根串的 看看涛姐这 涛姐这是你这个造型 我怎么觉得那么眼熟呢 对 我这个是我的一个角色 狼牙榜中的造型 霓皇郡主的造型 霓皇郡主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应该 她应该是一幅古画 谢谢 那为什么我是一幅画 她就是 这还用说吗 因为她跟我是一个造型 你俩可能是 古时候的一对狼牙 狼牙 狼牙 那你就是那根棒 我确实 这个棒应该是个形容词 宝哥这身是 碳 碳 中国古代的低煤矿 第一个碳碳 第一个碳碳 你说这碳有点可能 有可能是墨 墨 哎 你像墨 哦 有点像墨 快点跑 杨迪这身 我这个不看脸啊 不看脸 像个就是动物 修 小修 我有点像那些 古人精怪那种东西 那种茶宠 那种古人喝茶的时候 对 上面一焦 我嘴里塞那个前臂的那张 对 还得变色 一焦还得变颜色那种 唐嫣姐一看青花词嘛 青花词 对 青花词 殷红姐猜一下自己是什么文物 你看我 走起来多飘 会不会丝绸那种 有可能 有可能吧 我这个看颜色的话 应该是景泰兰 有没有可能 然后这上面还有鹤 所以我在想 我可能也是宫廷出来的 瓷器 好了 今天各位的任务 就是要通过三轮的考验 找到自己的文物身份证明 这份证明呢 就是你们今天回家的船票了 说到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 离不开海内外有人的协助 所以今天第一关考验 就是要考验各位 海外有人沟通的能力 马上进入第一关 国宝传声筒 哇 接下来呢 开始本轮游戏 首先有请两位主任嘉宾 上场 掌声欢迎他们 跟大家讲啊 这两位啊 现在也是迷 他们会在互动的环节当中 加入到你们当中来 一个是一个浮沉 这应该是个陶罐 两队各选一个吧 我们选浮沉 浮沉 浮沉 好 轻的被他们选走了 一会儿我们会揭秘啊 这两件文物分别代表谁 接下来呢 我们正式开始游戏 国宝传声筒 王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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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王太洞 王太洞 祝翘 王太洞 王太洞 第一组 二号位和四号位 我们请上两位外国友人 欢迎他们 大家好 我叫小鱼 我是港国人 我叫Ku 我喜欢Kumanistan 欢迎你 那个两个外国友人 都是精通英语吧 下一个再精通英语 经过你也没关系了 精不精通英语 你看看第一半 我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个 赌注压在第一半 我准备从第二半开始 第一棒棒 来 我们把第一轮的台词拿上来 来 播放评段 他可以前面可以看 对 我不喝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不喝 我就要钱 我是个喝热闹咖啡 来传递开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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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吃 好 我没有吃 我只想钱 好了 我想这个 好 没完事呢 没有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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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to 懂了 快说 我喝的咖啡 手磨不会说 喝的咖啡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 want to eat Eater Eater I want to drink I I I Don't Drink Drink Again Again I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t dri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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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eep I don't drink I don't drink I don't water I don't eat I don't eat I d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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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drink Water I don't water I don't water 你不吃 你不喝水 是的 我不喝 要睡吧 睡吧 好的 没问题 人家说 我不喝水 hello 你好 我不喝 我不睡 我不喝 我不喝 我不吃 我不喝 我不睡 我不睡 完蛋了 没了 没了 我不吃 我知道 很饿 我也很饿 对 好了 小头 你要说出的是这是哪部作品里哪个角色 我不吃 我不喝 我不睡 这个情绪是 对 谁 什么角色 我不喝 这个光说肯定是不行的 基本是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角色 我不吃 我不喝 我不睡 我不睡 不应该还有一句是不是 我不吃 我不睡 我就想要钱 我就想要钱 苏大强 苏大强 这个很经典 我不吃 我不睡 你就说这中间的英文怎么样吧 中间这几个人的英文 就是完全把精髓讲出来 水 再加上我们细致入微的表演 I don't sleep OK 看到实力了 到你们了 来请上这一轮的两位外国有人 hello 哇 来 为杨迪播放视频片段 以前陪我看月亮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新人圣旧人了 叫人家牛夫人 哈哈哈哈 牛夫人manda 差不多 可以啊 来 传递开始 明月 hello I'm lady I'm lady I'm lady You lady Yes I'm lady Lady Yes When we watched the movie in the past you called me sweetie Sweetie Yes Now you get a new number Never Never you called me madame bon madame bon yes yesterday you called me sweetie now you called me madame bon yesterday sweetie now madame bon yes okay you know hey Jimmy okay hello my name is sweetie yesterday my name is sweetie okay my name is and uh today my name is today my name is mo ne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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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weetie nice to meet you nice and you 可以回国了 谢谢 昨天我的名字是Sweetie 昨天我的名字是Sweetie 是的 Sweetie 今天他们叫我Molly Molly OK OK 好了 好了 他还挺自信的 嗨 我的名字是Sweetie Sweetie Sweetie 为什么有My name is 今天他们叫我Molly Molly Molly M-O-L-L-Y 好了 好了 昨天就叫你甜心 今天就叫你Molly 银行姐 这个我觉得猜出来的概率几乎为零 来来来 您试试 您试试 昨天就叫我甜心 今天就叫我Molly 昨天 昨天叫甜心 今天管我叫毛驴 别在那乱翻译 你这还是英译 给我一点 一个名字 进入角色 你昨天叫我小甜甜 今天叫我小毛驴 没有这个 你昨天叫我小甜甜 大华西游 对 就是那段 天神公主那个 哎呦喂 来 换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的主题传声筒 规则发生变化了 要根据题板给出的内容 做出符合题目的动作 然后第二位开始 你要加动作 然后向后传递 最后一位要根据前面看到的所有动作 来推测出题目是什么 妈呀 好难 首先就是我们的家族队了 这轮的家族队可以召唤你们的助任嘉宾 也就是浮沉 我们来看看浮沉到底是谁 风生丽荣 谢谢 谢谢大家 我是本山传媒演员 张晓鸥 去到门传奇 郭孙丽荣的扮演者 长海在吗 这轮你要帮助我们的家族队来完成挑战 好的 来 请菲菲出题 不好演 来 挑战开始 两字 敲门 嗨 你好 这看不见的 哈哈哈哈 哦 是啊 进来以后什么呀 走吧走吧 应聘 差不多 考试 表演 有一点像 马上 答案就出来了 出来了 啊 啊 哦 大概啊 大概 哈哈 大概 你得夹自己 你加了吗 你就照搬了小丛去 大概 两字 两个什么字 两个什么字 我直接给你看呗 这是一个人两个人 两个人 嗯 还要加东西 谭言姐 我加了 你加的啥比我还少的 我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你好一个偷工减料 他加的是内心的潜台词 你这个呢 这个扇巴掌呢 对啊 就是我觉得 可以正能量一点吗 我们以赢为准的 两个字 敲门 不提醒老师把耳机先摘下来 老师耳机 刚才是 丁姐还带着听歌呢 听进去了 缓过来点了吗 缓过来点了 啊 猜一下它这是什么 两个字 两个字 脱鞋 脱鞋 敬别人家的 那感觉是 怎么踩回来 哎呀 我喝多了 不小心回来晚了 哎呀 别气了 哭了 哭了 哎呀 也就是说美了 人工呼吸 这是两个字吗 两个字 演了一出90分钟的大戏 眼太满了你们 尽力了 探亲 一点都不沾边是吗 他加的有点太多了 太难了 对于你们现在理解太难了 小偷望那个猫眼 这能想到是小偷 而且他是这样进去 是这样进去的 不是偷东西 就是一种礼貌 对 就是有点小心翼翼的 你可能没有这个经历 对 如果这么说 你们前面四半 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 花花可能还真没有 但小英姐应该有 花花从来没吃那过 有可能 师哥你演一遍 这啥 卖弄 你这结合着看 不能光看我一个人在这卖弄 你得看着我俩 你得结合 不是 你看我的手 我的手在干啥 摄影 对 那他在干嘛呢 表演 老师 学生 接近了 接近了 教学 我们回去了 我们放弃了 我们放弃了 我们输了 我们输了 我跟花花和小英姐公布的 包括腾哥 俩字 试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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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哥 试镜怎么演 你演一个 你演一个 我看 试镜啊 他咋这么的 你又是谐言梗 打我一顿 试镜 试镜 你还让不上演 我觉得其实应该演导演 演一个特别概念化的 一个白谱的 喝茶的那种 好演 我觉得可能就好演了 来一个 哥 来一个 不 我思路是这个思路 这是个导演思路 只想不演 只想不演 好 接下来请嘉宾队 嘉宾队有一位 这个助阵的嘉宾 就是那个彩桃罐 看一下是谁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中国香港演员 红俊佳 这一次也是跟 英恶红姐 还有小飞师姐 一起参演 我们的犯罪悬疑题材电影 《等救嫌疑人》 欢迎 欢迎 接下来那条题 就考验你们 彼此之间的默契了 你要加入我们的 嘉宾队当中 好 来 请沸沸拿上 本轮题目 也不好演 因为是一个人 来 传递开始 这么快 啊 好 两个字 心高采烈来 然后不见了 分手 你要加动作啊 淘姐 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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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看到我恶心吗 不是 是看到我恶心吗 是恶心吗 不是 你看到我就 然后就 放向远方 就宁可不看我也看向远方 这个还有个这个 摆碎了是吗 几个字 俩字 俩字 要加动作 加上自己的理解之后的动作 加上自己的理解 好好 好 哇 好活泼 几个字 开始了 妈呀 妈呀 啥玩意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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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场还挺有舞台感 你给谁看的呀 我都往前 往前眼 这是我的动作啊 这是我家的动作 你家的动作 就是 这前面这一出是啥呀 损伤 这啥 心碎了吗 这就是宝哥加的动作 我觉得所有动作都他自己加的 对 开始跳就像他自己加的 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啊 对 你们俩猜一下两个字嘛 两个字 心碎了嘛 对吧 心碎了 哭了 跑出去了 本来两个人挺好的 你觉得呢 失恋 不是 刚才你们说什么 失恋 有点像失恋 回答正确 哇 练 哇塞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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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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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了 特别累 给自己准备了 那个 没啥吗 补充一下体力 好 接下来最后一题 混合抢蛋 来 菲菲请出题 哈哈 是你的梦想是吧 是我的梦想 哈哈哈 来 传递开始 三个 三个字 啥玩意儿啊 这是螃蟹啊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哇 彩票 彩票 买彩票 哇 哇 给我们留点空间行吗 哈哈 哈哈哈 三个字 三个字啊 我只能演前面了 哈哈 哼 电视 看电视 啥呀 什么 哇 哈哈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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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知道了 猜出来吗 我猜出来了 OK 来吧 三个字啊 啊 三个字 哎 重点看我的反应啊 ладно 哈哈 啊 哦 哦 哦 氧 啊 我得反应 几个字 三个字 中彩票 我刚才就中奖了 太厉害了 我跟你说 我这一半很关键 知道吗 宝哥 友情提示一下 通过你精湛的演技 对面拿一分 为什么 对 可不 我想到了 我嘴慢 对 我现在等于是帮他们的 可不 这一轮唐糖拿了一分 最终的结果是 打拼 其实说到文物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每次进到博物馆 可能都会产生一种幻想 就是幻想着 如果这些文物活过来 会怎样 那今天 有两位就要帮我们来实现 这个幻想了 有请王牌家族的小彤和小宋 为我们合作 带来一个创意秀神奇 就在一瞬间 我们两人眼前 一道不直线 到另个世界 每一瞬间 有个红颠 走插着初恋 时间在逃回 我们俩穿着木杀 听着翻语 还剩着 是幻知奇怪的语言 接着我快快起来 谢谢你那年 Whc & 水 时光还很不坏 分隔的画面 转转转有你愿意趣 我的爱从不带了以为了 喜欢缓缓缓你回到过去 灵火转转转我经历了灯水 哦 生气 喜欢缓缓缓缓缓缓的画面 灵火转转转有你让的心灭 我的爱从不带了以为了 喜欢缓缓缓你回到过去 灵火转转转我经历了灯水 哦 生气 喜欢缓缓缓 灵火转转转 灵火转转转 啊 灵火转转 喜欢缓缓缓缓你回到过去 灵火转转转又回到了这里 好生气 谢谢小童和小宋的精彩演绎 刚刚我们跟博物馆里的外国友人啊 进行了很好的交流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 南派文物修复师 全国产业导师资源库技能大师 民族技艺行职位 少数民族古籍修复专家 刘昼老师 欢迎 这么年轻勇为啊 刘昼老师的你的团队 二十年修复了近五千件文物 哇 修完之后据说得用X光 才能照出来它是修过的状态 对 哦 我们之前修过一幅古画 画 对 哦 这是一幅画呀 对 哦 它很碎 大概碎片有个一千多片的碎片 哎呦 非常的糟糕了 那像这个古画该怎么修复呢 我们会用烧开的热水 去清洗这个古画 哦 开水洗画 对 那不越洗越烂吗 不会 我们其实是要求热水烧开之后凉一下 然后把整个画泡在水里面 用水去吸食这个酸碱度 那颜色不会跑掉吗 不会不会 前期会有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古胶 一些胶质 先给颜料加固 嗯 然后再用开水来洗 防水 再用开水 这是还是在修复过程中对吧 对 对这是第二个步骤了 就是我们把这张老画背后的这个纸张揭掉之后 然后在含水的情况上面 用毛笔一点点地把碎片推到它对应的位置 嗯 嗯 嗯 我们也听说刘老师曾经助力过一件文物回国 是一件什么样的文物 我们当年复制过一个青铜器的一部分 一个盖子 这是一件青铜雷 哦 我知道 对对对 就这个 这个因为它的盖和它的这个铜针是分离的 盖子一直在咱们国内 是吧 对 它身体在一百多年前就流失海外了 流失海外了 嗯 然后我们需要把气身和气手合外为一 来证明这个东西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嗯 但是文物本身 就我们国内留的这个盖子是不太方便出国的 而且手续非常麻烦 时间很紧 所以当时就我们拿到了原物的盖子 然后做了一件复制品 拿了复制品去了国外的现场 确认了这件文物的真实身份 然后同时达成了后面的这个谈判 最后这个国宝顺利地回国了 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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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每一位帮助国宝回国的人致敬啊 要付出太多太多的努力了 刚刚刘老师也说了 文物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活儿 需要团队之间默契合作才可以完成 所以这一轮刘老师给大家的考验 就和团队默契有关 让我们前往博物馆的中秋展区 进入下一环节 不约而同 两队轮流派一位主答题嘉宾坐在舞台的中央 根据我给出的问题写下自己的答案 剩下的人呢就判断他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如果说是一致的或者大体相同的就能拿分 如果不一样就接受惩罚 第一个上来答题的是涛姐 来 养上你了啊 你就写 所有人听题啊 问题是涛姐如果不做演员 她内心会特别想从事的三种职业 三种职业 这有点难 来吧讨论一下 我真觉得她是教师 我们可不可以写成教别人 行该多一点 这样比较好 包的多 快慢一点 写书 这家呀 这家行 或者一个内容创作者怎么样 怎么样 写内容创作者 我觉得好 因为这个大 大一点 写个设计师 哪怕她是说开密室也能说设计密室 好 行该姓务快饭一点 她喝酒吗 喝 那就品酒师 到底你那么能爱喝 舞蹈吧 她应该以前学过舞蹈 但她会不会就不写与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 那也有可能 都可能跟这个职业没关 对 宇航员 八成 八成要上了月球 漂亮 饲养月 饲养谁 那不主食吗 老师 老A 老师挺好的 慈善甲 医生 医生 干嘛不行吗 靠谱 好 请入座 提示一下得分应该怎么来分配 因为涛姐是嘉宾队的 如果嘉宾队给出的答案 正确或者大体接近 每个选项得一分 如果是对方更接近 她可以拿两分 所以答对对方的共赚 来请王牌队亮出答案 厨师 老师 医生 底下那什么呢 慈善家 只能留三个 慈善家跟那个老师是一起的 有点牵强吧 边做慈善家边当老师 对 我们这个是乡村教师 是支教的 对 医生也是 支教的医生 厨师也是支教的厨师 我感觉王牌家族 比以前嘴更硬了 对 铜墙铁壁 问一下为什么是厨师 觉得她热爱生活吗 一般热爱生活的人 都喜欢烹饪嘛 那老师是为什么 因为她那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胡说 而且有爱心 有耐心 有耐心 有爱心 有耐心 喜欢跟别人说教 聊聊不对 也不对了 就在下半了 她喜欢教育别人 喜欢教别人 最后一个是医生 那个是来不及了 想别的了 不是 还是因为善心 爱心 总之 是个大慈善家 对 反正就是一通垮 给他架在那儿了 来 接下来看一下嘉宾队 给出的三个 答案 免费老师 免费老师 免费 黄姐 那免费好像刚加的 好 内容创作者是 内容创作者 我知道她爱写东西 作家呗 作家 不是 你错了 所有的内容创作者 所有 所有的内容都算 对 那你连配菜切堆的也算 内容创作者 对 也是 也是 对 哇 她这个好宽泛 太宽泛了 提炼一下 一会儿提炼 一会儿根据 第三个设计师 设计师 那我们就请涛姐 按照你内心真正期待自己 可以去做的 一二三的排名 最想做的职业是 月嫂 天哪 没想到 专门给别人伺候孩子 不是 不是 就为这事 我马上我自己生一个 那从哪儿去找这么好的月嫂 因为我一看见别人家孩子 就喜欢爆 哎呦 我们内容创作者啊 月嫂 内容创作者是父母 是孩子的父母 那就要内容创作者 你这个创作和设计都不对了 我们那稍微靠哪儿补吧 厨师 差远了 厨师往哪儿靠啊 厨师往哪儿靠 我们三合一加起来 是不是月嫂 什么 又是孩子的厨师 又是孩子的老师 又是孩子的医生 不是 你们这里缺少一个词 小宝 别说了 你回月球吧 这里太危险了 实话说 好 你最后的解释 我是接受的 你看 他得一分 涛姐 涛姐我们是 不是 但是我接受你的逻辑 但其实不成立啊 因为你不是我的队友 这样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等于你们只给了一个答案 慢慢抱抱抱抱抱抱抱 第二个选择 剩下还有两次机会 你们用哪个 用两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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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个月嫂 我去你们家当不了 我笑死了 对 你都需要个月嫂 你看 你们家我也当不了 我笑都不喜欢 那这个就是都没拿分 涛姐 第二想做的职业是 老师 老师 很简单嘛 你们对我一点都不了解嘛 健身教练啊 我天天都健身啊 露铁啊 老师啊 这是老师啊 对 什么 健身老师啊 这就是健身老师 等会儿啊 如果按照逻辑 健身教练是不是还要负责 运动员的饮食 对 你说啊 还要负责他的一些伤病 对 对 又中了 健身老师啊 健身 这得给了 我们就是嘴眉他们硬 要不然我们也可以扯上 不是 我们这个也合够逻辑 你看设计师是 是健身动作设计师 健身动作设计师 对不对 好 这道题也算你们对 不能算 他们两分 算你们对 算你们对 你们也对 我们也对 那咱就都算对了 来 几位 几位 对不对啊 这不是你们内部讨论的一个结果 到底两队有没有答对的 就看喷不喷气 请判定 都不拿分 但是挺凉的 那好 那经过我们这个刚才临时的决议 决定 第一道题 我们还是要第一道题 我们要第一道题 还是把三合一算一个答案 后面来我们不要了 真赖啊 我们要第一道 想多了 来不及了 涛姐 第三想从事的职业是 果树种植者 不好猜 不好猜 你全是体力活 我们这全局写的是脑力活 我们都给他写的脑力活 他全是体力活 对 自己啊 你是真待不住 直到他啥时候变成一个体育棒子了 不行 我肾都疼了 涛姐这三道答案 没有人拿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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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涛姐请回座啊 接下来要上来答题的小宋 来 问题是小宋最喜欢听到别人夸他的三个优点 小宋啊 戴耳机 你不能听到大家的讨论 夸了什么 他应该是唱歌好听吧 他唱歌 是不是唱跳俱佳呀 唱跳俱佳嘛 跳舞好 唱歌好 演戏好 演戏好 演戏好啊 那如果就说专业好呢 是不是全覆盖了 把这都改成专业好 然后再许点别的 对 就写个夸外貌吧 反正外貌就头发脸啊什么都在里面了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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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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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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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包括有礼貌啊 又有学问啊 内涵创作者怎么样 又来一次 有内涵 孝顺女内涵 他喜不希望听一个 哎呦 这孩子真好 写个人品 把这俩一会擦了啊 拿那转 也不擦干净 不擦干净 不擦干净 说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整个二和三写事呢 那是备注的 对对对 我们这是连笔连多了 这个是 发大 连笔连多了 这就是重点提示一下 真是 好赖啊 知道吧 他写那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想夸的那就是一大部分 也许 也许还有很多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部分 全在里边了 你再捧一下 你信不信 他一会儿从高处跳起来 然后还有对吧 外貌一切 还有呢就是孝顺有内涵 孝顺和有内涵是什么 你看你就没被老人夸过 老人夸过 这孩子孝顺 还有内涵 那都这样 谁家老人 小宋 你的粉丝年龄群体 大概是在六十几 老人居多是吧 老人居多 我自己都八十了 我来看 你真孝顺有内涵 你做不做得到 我们写的这三条 好 唱看王牌队的三个 跳舞好 专业好 专业指的是 专业包括了唱跳业 甚至包括了孝顺和内涵 你孝顺的真专业 然后人品好 包括了孝顺有内涵 孝顺有内涵 等等等等 好词都在这里面 太规范了 你们这个更全面 那接下来公布一下答案了 你先说一个最爱听到人家夸你 顶顶的那个 精神充沛 精神 精神充沛 这应该是专业好 对 就是跳舞 跳舞那么累 还精神充沛 我赞成家族队的说法 不可能 不需要你赞成 第二个爱听到大家夸你的内容是 腿长 什么 腿长 腿长 跨外貌 这个叫什么 跨外貌 跨外貌 腿长跳舞好 跳舞好 就因为腿长 所以跳舞才好 没有 腿长也有走路走不好的 不是 不代表腿长就跨舞好 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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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听我说 一般夸人家孩子 如果这孩子长得好 一般都夸 这孩子长得真好 你家孩子 还长得没那么好 白 就这已经是 第二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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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夸他家孩子腿长 那可就连白都不占了 没啥夸的了 就已经从上面转移到下面了 没错 那我还作为咱老战友 还必须得夸一下你家孩子 哎呀 师哥呀 你家孩子 哎 腿长 腿长 这绝对不是夸外貌 你说这话我佩服你 没劲夸 我佩服你 没劲夸 真的有内涵 有内涵 来 3 2 1 请判定 我们这也不算 我们拿分了 没有 我们没喷 那是没喷你 那是没喷你 你躲过去了 目前还是没人从小松这儿拿分啊 哎 不可能从我手上拿走一分的 这仓是什么 左耳进右耳出 好 这是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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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品好 这是人品好 这是人品好 这孩子不记仇 对 左耳进右耳 左耳进右耳出 这什么人品啊 不记仇啊 胸跟管锅嘛 都是内涵嘛 对 就比如说你妈妈 你妈妈跟你说话 你就知道了 我左耳进右耳出了 就很孝顺 那是孝顺 那是滚刀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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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咱不能这样啊 你自己往村里呆 左耳进耳出 就是想要自己的心大一点 让发生的不开心的事 明天就忘了 哎 第三个喷过了没有 喷喷了 没喷的 哎 就像小松说的 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上拿走一分 包括队友 这轮单独给小宋扣一分 下一个来的是小斐 小斐要写下的是 他择偶的三大标准 三大标准 幽默 幽默 是不聊得来 幽默 幽默肯定有 对 他这种喜欢开玩笑幽默的人 他一定不能忍受 另一半是无聊的 那不一定吗 不是 因为自己很幽默了 对应该是能 聊得来走戏灵魂伴侣 对灵魂伴侣 责任心还是孝顺啊 有孝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快要玩游戏了 游戏教练 游戏教练 陪玩 陪玩 陪玩可以 什么都能陪玩 有责任感的陪玩 有责任感的 还必须得有 不是 输不行 然后一定要有学问 有学问 呆子吗 咱们就写个呆子 呆子也是一种人品好的表现 闷闷的不怎么合画 因为他画的很密 作答时间到 这个从王牌组开始 有责任感 陪玩 就是他想玩什么都陪他玩 爱玩游戏 陪伴啊 陪伴的 陪伴的 第三个是 孝顺的呆子 很孝顺 这个呆子是画引号的 就是一个 画不太多 有点沉稳的人 憨憨的 大清过语 能聆听他说话的那种 对 来 来看一下队友给的三大标准 呆 灵魂伴侣 一定要有那个灵魂的交流的 对 然后呢 必须要有学问 一定要有责任心 笑诚 还有 要笑诚 你看 你们一个还有又暴露了吧 你就样样我吧 行吗 感谢你 无头无头 让嘉宾们赢 让嘉宾们赢 无头无头 别让我死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小斐 依次说出 最重要的三大标准 幽默的 幽默的 你看 我要一起 嗯 我们刚刚刚我说 他刚刚第一个说的就是幽默 哎呀 幽默感我们先说的 等后来 我们也说了 然后他们说 幽默的人不需要另外一个幽默的人了 哈哈 说幽默是这个一个男人最好的医美吗 哦 哦 第二条做过医美的 哈哈哈哈 我都挺简单的 第二条干净的 干净 咱们这个 咱们干净不 掰都掰不进来 咱们我看是什么 少许的呆子 呆子 一片空白很干净 呆子是空白 嗯 我们这个呆子是干净的 是干净的 他的心是干净的 他脑袋里面干净 不要拿出来什么什么 我脑袋 太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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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问 有责任心啊 赔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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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 太干净了 太干净了 赔玩 赔玩 你看 赔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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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听歌 写歌 喝着创作也别是酒 对 喝点创作 包含好多 喝酒 创作 然后呢 玩猫 玩猫吗 玩猫不知道啊 猫都睡了吧 那别 他有猫但是他玩吗 鼠羊 鼠羊 不可能 他哪是鼠羊的那种 刷盘子 刷盘子 那你还不如说创作 写歌 听歌 唱歌 咱们一起去拿下 最初就这三样了 对 不写那么多了 好了 要不要加一个孝顺 睡不着起来孝顺一下 有内涵 唱歌有点扰名了 我们本来是吃东西 对 吃喝 不用喝了 我 怎么没有喝 喝酒 好 从嘉宾队先量答案 花花半夜失眠的话 他会做哪三件事呢 写歌 听歌 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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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什么 洗袜子 还有什么 什么 亮出来 你在我们心里边 跟嘉宾队也没什么聚 那一样 寂寞一样 也就是说要拿分都能拿 只是分多分少 抱 如果是喝酒 我们就占得多 我们就更接近答案 对吧 就干喝 看如果多一个吃宵夜的话 我们就算 我们有吃 来 花花 半夜失眠 最先干的事 我第一个是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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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剧本 哎呀 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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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我就先不过去了 跑不动了 一段 第二个是 那个 逗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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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你的 好了 我以为小童会写的 就没那么笃定 还是被哥哥们 你看就他们太有主见了 一点都不听我的建议 好 该到吃喝了吧 哎呦 杨迪竟然这么说 第三点是 第三个是打游戏 咱就没得 没有一点音乐上的事 是吗 这个我要批评一下家族了 就 横哥小童你们就没有在半夜里 拉到一起玩过 还真 就是 没有 他们跟我玩的不是一款 不是一款游戏 对对对对 我们早知道直接写个玩 嗯 把他想得太美好了 对 花花的三题 王牌队拿一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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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 英红姐 我不来了 反正都输了 没事 在你这我们能赢 好不好 是可以赢的 目前场上比分 三比零 我们如果三道都对的话 对 是有机会的 英红姐要写的答案是 她最想挑战的三种角色类型 而喜剧角色呢 我觉得可以写个喜剧 她演过特别多的戏 对啊 各种各样的 但是喜剧应该没写过 行 先写个喜剧吧 她估计很想演那种很英气的人 冲上云霄 飞行员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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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吧 就像叶童一样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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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觉得可以 来一把 挺酷挺洒的 我觉得没准想反串 反串 有可能 杀手 杀手行 杀手行 酒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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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王牌队亮出你们的答案 第一个是啥 反串 我印象里面 英红老师都是演的酷酷的 萨萨的那种 所以她想演男性 对 第二个答案是啥 酒鬼 酒鬼 这个不是待会小童要扮演的角色吗 录完节目之后 反串酒鬼第三个厉害了 觉得英红姐想演杀手 演多了 演多了 我怎么记得好像都是那些什么警官 你别装那么了解我好吗 我跟你不熟 你跟我可以不熟 但你不能剥夺我 经常了解您的权利 我真的老看 别打开了 真的 她赢了 怎么赢了吗 她赢了 我们这边可是有一道一个孝顺的人 你肯定想 看一下 沙兰 挑战喜剧角色 喜剧角色 对 因为好像没有看洪姐演过喜剧 演过很多 小时候演得过 然后据我对洪姐的了解 在这个现场的时候跟我提过 她很想演一个就是 还怎么你们也有在反串 怎么 不行吗 反串 你觉得听见我们呢 要说听见也是你们听见了 涛姐的 谁听见的 我觉得你们俩都听见我心里面说的话 公布一下 简直就是过分 第一个答案 酒鬼 酒鬼 厉害 谁猜的 谁猜的 小童 小童 你太厉害了我 因为我可能也想演这个角色 我以为会读心术 我太厉害了 还有反串男人 你看 你们都跑到我心里面去了 还说我们不了解你呢 了解 了解 你太有内涵了 好了 随着英雄姐这三道题的答案给出呢 最终获胜的是 王海队 祝福你们 厉害 输的一队要接受一个微博惩罚 在我国古代画作或者雕塑当中 找一件和自己最像的 模仿表情动作拍照 并且呢 发微博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二轮考验 此刻呢 大家身处中秋展区 一定会触景生情更加私香 据说在中国古代啊 游子远行 会在家中北塘 种植喧草花 因此 撕亲撕香 也成为了 喧草花的花语 那接下来呢 有两位也要借喧草花 来表达一下 对家乡的思念 让我们有请小斐和小颂合作带来 喧草花 大风吹 准备 高高的青山山山山草花开放 彩一朵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把她变在你的发烧 捧在我心上 陪着你长大了 再看你做新娘 如果有一天 心失去了远方 再多花拌锁 翅膀迎着风飞扬 如果有一天 冬了忧伤 不想这大球会 有好梦一场 好梦一口 我要走 你了 我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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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在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 让暴雨冲洗风中唧吹 当初的你方法是天注定 就任这大风吹大风吹一次吹 吹在我心里那段痛那段悲 让暴雨冲洗风中唧吹 当初的你方法是天注定 就任这大风吹大风吹一枝吹 七刻就死去那梦里那里水 就任那往事消失风泪 当初的你曾记得我的牙局水 曾记得我的牙局水 谢谢两位的精彩合作 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份思乡之情 迎接一位年轻的专家 我们都知道啊 很多文物上都会刻文字 这个文字会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信息 特别是甲骨文 甲骨文呢是汉字的源头 刻有甲骨文的硅甲和瘦骨 同样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物 哇 甲骨文 让我们有请出甲骨文文化推广人 李又夕老师 欢迎 哇 好年轻啊 这李老师也太年轻了吧 王牌对王牌的观众们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这么年轻去研究甲骨文 真是 感兴趣 读了一个冷门专业 对 班上同学有多少个人啊 就我一个 都没有班 整个专业 你是自己研究吗 因为我是研究生开始学的 那一届跟着我导师学的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 一对一的教 我天哪 去年我开始在新媒体平台去科普甲骨文 这个字是甲骨文里最简单 也是最复杂的字 最近不止一个人问我 猴跟猴两个字为什么这么像 为什么血字和气敏的敏字这么像呢 没想到效果还挺好的 大家都会在我的视频下讨论汉字 现在差不多有将近五十万人关注我 然后导师也会鼓励我做这件事 感觉还是挺有意义的 那给大家准备了几个甲骨文 看看你们这个有没有天赋 那我 我有 有 真的 猜一下 鱼 鱼 为什么都觉得是鱼 因为它长得跟热带鱼一模一样 我提示一下分成两部分看 那边是一个东西 这边是一个东西 月亮 夜 夜啊 夜不是 这个是咱们五官里的一个东西 眼睛嘴 眼睛 耳 耳 对 这个是耳 右边这个其实是 剪刀 把耳朵剪掉 这个是什么 爪 爪子的爪 对 这是我的手 听 扯 回家 回家 不是耳朵揪耳朵吗 揪耳朵回家 明白了 曲字 左边是尔 右边是右 曲 曲之有道的那个曲 对 哇 就其实古代的时候 经常会有狩猎 还有战争的活动 捕到猎物或者抓到战斧 就会把他的耳朵割下来 来表示战功 哦 所以 曲字就是这么来的 哦 下一个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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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三条 这个比较简单 跟我们现在字还有点像呢 就是 山 天 跟小宝哥关系比较大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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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 小 小吗 小 对 啊 啊 小黑啊 因为用三个小点来表示小的意思 啊 下一个 这个其实像一个妈妈补月 在奶孩子 对 补月孩子的样子 乳 哎 猜出来了果然有天赋 哦 哦 我就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形象 母爱就是这样的像蝉蝉的流水般永不停歇 每个妈妈一定要把最好的爱都给孩子 说的对啊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执着和追求呢 才造就了很多优秀的品牌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就是其中之一了 对一罐优脆有机的奶粉的生产要提前三年进行土地进化 从牧草奶牛到煎牛乳一次性的成粉 还特别添加好吸收的小分子蛋白哦 是中国妈妈的王牌之选 信赖之选 哦 好的 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耶 谢谢 谢谢 很快大家就要扬帆起行了 而回家的路途也许不是一帆风水 需要我们同心协力 共担风雨 所以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完成今天最后一个挑战 同舟共计 王牌对王牌 好的各位很快呢我们就要扬帆起行了 这个环节是传统的谈育伞 同舟共计 还是接歌 明白了哈 好 稳了 成了 我就放这儿 小英老师将和我们一起参与本轮游戏 游戏正式开始之前必须要告诉大家 俊乐宝优脆有机奶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锦囊 但是这个锦囊需要通过抢答来获得 获得锦囊的这位可以获得一个特权 叫做 纸冲奶粉不淋雨 想不想要这个特权 有 这个好啊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请听听 君乐宝优脆有机奶粉是以下哪一种蛋白配方 A 分子蛋白配方 B 小分子蛋白配方 请抢答 小分子 沙哥获得答题权 这么快 你的答案是 B 小分子蛋白配方 厉害 厉害 回答正确 真厉害 恭喜沙哥组获得一个特权 纸冲奶粉不淋水 来 我们的同舟共济正式开始 准备好了吗 好 好了 马上你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 歌名五个字 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个人会唱的第一首流行版 那这是很老的一首 有些年头但也不是很老 潇洒走一回 我接电 她都会唱静听歌 潇洒走一回 看我厉不厉害 我年车 可不可怕 潇洒走一回 没到呢 没到呢 什么 别生死白头 既然能看透 红尺要滚滚 失去的今生 鸡三中有时 留一份清醒 留一份吹 只上梦里 什么 什么 再唱一遍 什么 好 智商梦里有你追随 好像错了吧 错了 错了吧 智商 错了吧 你有你追随 不用听他们影响 不用听影响 与你追随还是有你追随 不要问我 有你追随还是与你追随 有你追随 来 确定一下 错了 确定答案是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别听他 有我追随 就这样 我还有锦囊呢 快点 肯定不会练的 准备降伞 倾听歌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对了 对了 都拎着 快拎着 啊 啊 啊 这怎么正确 啊 啊 啊 快连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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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回死吧 啊啊 啊 哦 这儿好凉啊 啊 为什么你都湿了 这是烫我的 啊 这挺大的 还好 还好 你都脸上了 没事 至少我压题成功 第二首歌你们一定会唱 这首歌叫《第一天》 来吧 我给你拍 我也不会 不行了 再算了 调算了 请杰哥 沙哥 一天的纯真色彩 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很好 放 后面我会永远那么灿烂我会 好厉害 小宋小时候唱过 是灿烂吗好像不是灿烂吧 不是灿烂 反正不是灿烂我记得 好像是永远那么绚烂 绚烂好像是 真是灿烂 没事 他想用灿烂就灿烂吧 灿烂 坚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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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创造一个奇迹 我们今天三人一直赶着 对 来 请听答案 第一次能够起来 爱是瞳孔的梦幻 第一天的中间测灾 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回答就去 我办案没想到 我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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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ほど 或许 做 不 不 不会 不 com 45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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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disconnect 尘克 尘克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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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人有用 唐哥 你旁边两孩子像是从湖里刚捞上来 水灵灵那两个孩子 全撤了一辆马 我就是右边屁股有点 没有想到跟我一组男一直往后送他 我慢慢没想到 你是滑铁炉几期了 在这就很倒霉 那咋 都不是我的曲库 梧桐最近不跟我沟通曲库呢 咋回事呢 这首肯定拿下 拿下他 不能让你想瞧我 这首歌杨迪很有信心是吧 是吗 什么歌 来自一支非常棒的乐队 乐队的 来 李扬乐队的 真的爱你 漂亮 他最后一段 就让我所生真的该来嘛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请真我 请真我 许许讪山 摇底座小鬼座获得了 暴提拳 抢到了 抢到了 小猫子 就让我所生真的爱你 我请我来吧 我请你来吧 来 就是这个吧 对 就是这个 真的我所生真的爱你 前三个字是什么 就让我说生真的爱你 好 可以 来 你们就这么唱 肯定是就让我 可以 可以 来 你们就这么唱 就让就是这个吧 可以 你们就这么唱 我所生真的爱你 好了 我再补一句 我再补 公布吧 一会儿要不他想起来了 快 公布 谁有不同意见 我得补 好 不同意见 我不同意见 这么多不同意见 这么多不同意见 因为他是错的 这还不对 不同他是错的 他哪来的 一个一个唱 好 宝贵下来 请准我 是想真的爱你 请准我 是想真的爱你 好像是他的 是想真的爱你 我们那个蝶没买对 请准我 请准我 先先先有礼貌 好了 然后第一下被赌错 太高了 很淡定 好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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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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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 还行 而且很帅 都在后脖子里 卸妆了 我都看 弹到两米高 下一首歌 来自于王菲的歌 红豆 你要是红豆 可就打到我腔 歌名比红豆长很多 聪聪那年 相约1998 还要再长一些 相约公园1998 公园 应加俩字凑长点 相约公园199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容易受伤的女人 每个容易受伤的女人 受伤的女人 粤啊 天哪 还是粤语版 那不拍了 咱们把命运交给别人吧 可以 可以 淘姐是知道答案是吧 就是 对 我们对了 是吧 对 我们对了 唱的啥呀刚才 淘姐这个普通话是什么 就是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 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 还真的都会了呢 行不行快了 别努力了妹妹 好 听一下正确答案是 对了 吓死我了 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 对了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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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晚安 很有完整的伞 完整的伞 他的伞 给他伞了 哥哥们一下 看看腾哥淡定的样子 哇 腾哥 好大哥 好好看啊 我真的没有被淋到 你们那两个是胡萝卜 给我一个 好吧 下把绝对拿下 下把吧 下把绝对拿下 下一首歌 依然来自王菲 红豆 可以 红豆可以 匆匆那年 这个可以 快 好难这首歌 我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 那样美丽的耀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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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哥 谭哥 请接歌 这连电了这个 这是为什么要 我想吓唬一下 我拍到这儿它亮了 好 那接吧 接吧 我们要互相亏欠 是吗 我们要互相亏欠 这个词 前去啥去 不知道 那这词也不顺 他凭啥 这什么情感 那两个人之间 我们要互相亏欠 就是 虐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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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好 确定了吗 不是 确不确定 就说确不确定 不确定 跟哥说实话 不确定吗 对 不确定修修这个 我们这连电了 我们刚才拍这块 走着 我们刚才没有拍 我手还不能放桌子上 休息一下了 快点 你旁边俩玩现在该浇水了 这题如果答对了 我给你算两分 我们要互相亏欠 我们要是吗 我们要互相亏欠 那就 我们要互相亏欠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请听歌 谁甘心就这样 彼此把业务欠 我们要互相亏欠 回答正确 为什么要互相亏欠 我成功 快要互相亏欠 出生车 asted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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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崩得那麼高 我都已經出來了 他還在這呢 最後一手了 必須拿下 你這話從剛才就開始說了 我們現在已經吃掉兩個水果了 公布一下目前場上的成績 一號二號車兩分 三號車 打對一回 打對一回 四號車目前成績還是零 但我們吃得很飽 好舒服 接下來最後一首歌 僅限一號車二號車 拿來決本個遊戲的第一名 三號車四號車呢 可以猜一下誰會贏 如果你們猜的隊伍是正確的 就可以免於懲罰 我們還猜這個 我們不猜 我們不猜 我們那可不愛猜了 我們愛看 他們誰想都跟我們沒關係 不用猜 誰輸了都跟著去 是吧 我們太可憐了 都不玩了還 都太可憐了 我還不如選騰哥贏呢 不吃狗細哥 行 你選騰哥 那我們選下一個那就 好 GO 接下來最後一首歌來自於 欣小琪歌名叫 欣小琪 親愛的小 多麼痛的領悟 領悟 我們兩個 多麼痛的領悟 你就是我的全部 你就是我會說 會嗎 會嗎 每一步 都走得好孤獨 好痛的領悟 你就是我的全部 愛 二號車 二號車 別再為愛受苦 別再為愛受苦 你這唱完我以為 曾毅和欣小琪合作了呢 曾毅和欣小琪合作了呢 漂亮 別再為愛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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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句就是說唱 是嗎 別再為愛受苦 就是一首歌 就是每個歌手有自己的 對歌的理解 自己風格 我是一個Rapper 我就是一個風格 別再為愛受苦 回答正確 對 漂亮 壓對了 再見吧 完了 完了 楊迪 準備出發 快點吧 我使用緊囊 快點給我 哇 正好掉我手裡 哇 再見吧 壓對了 快 來 來 來 好傘 他們好傘 他彈兩米高 右手上了 不管怎麼樣 我們倆抓傘抓得都很好 咱倆抓傘一舉 來 真是樂觀 樂觀 最樂觀的組 這把傘是王牌部落特製的傘 王牌歡樂部落 王牌部落 已經在我們的Z世界隆重地上線了 所以大家可以下載我們的Z世界 去王牌部落好好的逛一逛玩一玩 有機會獲得這把Z世界王牌部落的定制雨傘 快去下載Z世界吧 挺好看的 好了 恭喜最終獲勝的是二號車 哇 哇 耶 胡同挺講究的啊 怕侵權我們都放在自己照片啊 哈哈哈哈 因為剛剛沙哥在遊戲當中使用了只沖奶粉不淋雨的特權 那最後呢沙哥為大家沖一杯奶粉 好 這我熟練熟練 這款優脆有機奶粉呢 可是有機裡的高端奶粉啊 對優脆有機奶粉保留了生牛乳天然的風味 與豐富的營養價值 而且還添加了小分子蛋白和雙重益生菌 呵護寶寶嬌嫩的腸胃 是更好吸收的有機奶粉 是的 每一個寶寶呢都是媽媽眼中的小國寶 我們的君樂寶優脆有機奶粉 讓小寶寶先吃上有機食品 妥妥的中國媽媽王牌之選 好 我宣布三輪考驗下來 最終獲勝的是王牌家族隊 恭喜你們率先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證明 這也是你們回家的傳票 那麼失敗的隊伍呢也不需要氣餒 因為接下來我要請上一位非常特殊的嘉賓 他會為你們送上回家的傳票 接下來讓我們掌聲有請 紀錄片盛世修典總導演王韋平老師 國寶紀錄片盛世修典 榮獲了廣電總局2022年度優秀國產紀錄片 歡迎王老師 您來到了我們的王牌隊王牌 能不能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紀錄片盛世修典 它是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 把我們劉氏在海外的一些 繪畫系的國寶帶回來的 盛世修典這個片名呢 其實是一個展覽的名字 講的是我們浙江大學 有一個叫做中國歷代繪畫大戲 這麼一個團隊 花了整整17年的時間 收集了海內外260多家文博機構的 一萬兩千多幅國寶級繪畫 用高清的數碼相機或者是底片 把它古畫拍攝下來 然後用非常現代化的高科系的手段 把它印刷出來集結成册 我們現在從先秦漢唐一直到清朝 跨越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這個書堆起來有四層樓這麼高 想問問王老師 在你做這個數字畫匯聚的過程當中 難度最大的是那幅畫 有一幅畫叫做《女史真圖》 這幅畫呢可能會比較有代表性 那麼原作已經易詩了 現在在大英博物館的是唐摩本 我們當時從2006年的時候 就跟大英博物館來談判 要這幅畫的數字畫回歸 那麼到了2009年的時候 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大英博物館給我們提供了數據文件 但是非常遺憾 就是當時拍攝的時候 可能對於它的細節等等 就拍攝得不是特別清晰 這樣的話呢 就為我們大戲的後期工作 就增加了難度了 所以我們就是拿到了這個畫以後 就後期的修復 花了很長時間 然後18年的時候 就是在《先情漢堂》卷裡面 已經出版了《女史真圖》的主體部分 出版完了以後 又發現 就是這一幅畫的卷尾 周一貴的那個十足圖啊 沒有被收錄 就原作是12幅畫 因為外國人也不懂中國的卷軸畫 然後就把它分開裝錶了 分成了九段 那麼為了使這幅畫能夠 就是首尾相連 我們就是又花了幾年的時間 來進行周一貴的這幅清代繪畫的收錄 所以這幅畫首尾相連 是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 一幅畫的回歸 就要花十年的時間 那這一萬兩千多幅作品 得花多少的功夫 了不起了 感謝王老師 謝謝 這是全世界人的財富 對我們創作者來說 最鼓舞人心的就是說 我去看畫展 我沒看明白看不懂 但是看了紀錄片之後 再去看畫展就明白了 因為我們紀錄片 就是把這個繪畫的命運 和中國國家的命運的變天 交織在一起了 我們國家雷弱的時候 這些畫流出去了 然後現在國家強盛了 用數字化的方式回歸了 今天我們的主題不就是 國寶回歸嗎 那麼我們的願景就是 希望將來有一天 我們的國寶繪畫 真的是能夠實體回歸 在中國大團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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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前的寶箱裡面 裝著大家回家的傳票 同時也是各位的身份的證明 上面記錄著你們的名字 你們的來歷 和當年真實的用途 所以我相信拿到了身份證明之後 你們會更加想念家的感覺 回家的路雖然遙遠 但是家一直在等著你們 接下來我們就向所有人宣讀一下 我以冰鐵鍛造而成 風力異常 歷代帝王都對我愛不釋手 我更是代表了中國鑄箭技術的最高水平 堪稱古代劍中第一把 戰亂中我被掠奪走 雖然劍身在海外 但劍魂仍在祖國 我的名字是大鳴永樂劍 我誕生於今末元初 周深的金色文是精美華貴 忠心玉雕栩栩如生 那些把我掳走的人 以為我是刻著鵝和獵鷹的牌匾 其實我是歸中女子 用作梳妝的金芡玉手持鏡 我流著淚盼望著有一天 能夠回到自己的國度 家人們快接我回去吧 我是明代宣德皇帝的酷愛之物 千百工匠日夜不停 才製作成形 我在清末不知所蹤 直到二十世紀中夜 才和唯一的兄弟重現人間 只是我在英國 他在瑞士 如今白手相心靜 萬里歸成在夢中 我是明宣德錦泰蘭龍文大蓋棺 我的表面刻有四條龍 他們在蓮花與牡丹之間 穿行喜喜 栩栩如生 正因如此 我被古代帝王所珍愛 是祥瑞的象征 那些粗暴的人 為了搶走我 殘忍將我切割成二十段 離家百年 相仇令我魂牽夢淫 但我相信歸家一定有期 我不叫二十塊龍文磚 我的名字是明代龍文琉璃 我和姐姐出生於元朝治政年間的景德鎮 因為我們的存在最早證實了圓青花的存在 所以也被譽為圓青花祖平 民國年間 我倆被輾轉倒脈流落他鄉 可我心中始終流淌著中國的血液 我不叫大為德花瓶 我的名字叫 智政行元青花雲龍文大瓶 一位工藝精湛的鑄建大師 耗費十數年才鍛造出我 我象徵著皇權 被歷朝歷代的君王所珍藏 兩千年歷經風雨 健身依舊不服 因為我的肉體 淨潤著中國工匠的智慧與匠心 千年時光未曾傷我分毫 他日歸家也必將勢不可倒 我是世界上僅存的最完整的漢代雷巨劍 我頂著蘑菇頭被帶到距離離故鄉一萬多公里的衣果 在那裏他們叫我拼 是別針 是盯著的意思 我相信真正雕刻的文量 在那裏的人認為是捲曲的貓 卻他們不知道我的花樣在商周就已經出現了 我叫赤龍文 我好想回家 只因為我要回家 我的家人才知道我真正的名字叫白玉雕 赤龍文 我原是乾隆皇宮御用珍品 精美絕倫 盡顯宮廷奢華 而今卻離家已有百年 這些年我常常做同一個夢 夢裡腳下的仙鶴真的可以飛翔 他們載上我一起回到故土 夜色難免黑亮 但我相信前行必有曙光 我的名字是清代三賀族 朝官兒掐絲髮郎熏路 我身上的金銀文是高貴華麗 精美至極 使用的錯金銀工藝更是我國獨有 而我本身更是世間絕無僅有的孤品 我有一個霸氣的名字 掃金銀工藝更是世間絕無 我出生於新石器時代 雖然我現在流落海外 但我相信 終有一天 我會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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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的回家 一百多年了 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兒 我家鄉的七個兄弟 一直在等我回家 我是至今下落不明的五尊瘋瘋瘋 我們的全名是 圓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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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瘋瘋�瘋瘋�瘋�� 魏伦美奂的名字 各位 我们的航程也要开启了 登船吧 回家 起航 恭喜各位国宝踏上了回家的路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很多海外珍贵文物 通过各种渠道回到了国内 有来自其他国家主动的归环 有来自华人华侨的努力以及捐献 当然也有现在很多国内的专业人士 通过数字的方式将他们请回了国内 回家的路或许很漫长 还需要等待 但我知道 那永远是我内心加的方向 我们等着国宝回来 今天曹宝拼导演要公布 新电影打出愤怒的牌 男主演的 任玄 刚刚得到的消息 曹导的这部悬疑电影的剧本是千 什么 啥 谁偷的 起身往这个方向走是去拿箱子 拿箱子 一定是你们两个人其中一个 胖了啊 老了 谁 谁 那就带着你的冰冷去找你的师哥吧 陈琳 回去 这太精彩了 好 好 接下来 一比一的较量 每一位观众 你们支持的队伍胜利与否 关系到你们能不能继续留在录制现场 选黄博 一天一天 高低高低过来一个好不好 腾哥 无情的客瓜子进去 好快 好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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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